1岁赵小乔和53岁刘亮佐结婚4年 历经一次人工受孕 两次试管失败 日前拍影片宣布做人成功 当时得知辛苦终于得到代价 立刻累疯 事后也用影片跟粉丝分享 胎儿的心跳声 不料他宣布 24号第二次产检 肚子里16周的宝宝胎庭 不幸流产 脸书发文看得出他相当难过 他也请各界给他们一些时间沉淀 他表示这段时间宝宝的大小和发育 都非常正常 突然发生这个意外 目前也找不出任何原因 还请大家不要过多猜测 西齐酋子调整作息长达两年 期间不喷香水也不染头发 还刻意推掉热爱的戏剧演出 刘亮佐之前为赵小乔人工生殖设停损点 称这是最后一次了 不忍心看到老婆这么辛苦 不过夫妻俩好不容易盼到的孩子 又在16周大的时候离去 未来会不会继续努力 彼此还需要讨论